1月20日以90岁高龄过世的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 一生不仅打下横跨海空运总资产达4000亿的交通运输霸业 他个性上的霸气也是出名的 从李登辉到马英九 三任台湾民选总统都被他骂过 新选出的蔡英文当年在陆委会主委任内 还曾被张荣发要求撤缓 据本刊调查在李登辉主政时 张荣发原本与李关系很好 但到了1996年李登辉提出借急用忍政策后 两人关系就转趋恶化 1997年左右因为寻觅隔窥人损的问题 李登辉在一次会议中征询张荣发的意见 但两位老人家看法不同 气氛僵持时张荣发忽然起身转头就走 大家都吓了一跳 只见张荣发回头说要去榜流啦 紧绷气氛才为之放松 而到了2000年总统大选前夕 张荣发担任陈水扁的国政顾问团首席顾问 力挺阿扁当上总统 当时阿扁承诺上任后就会推动两岸直航 可是在就职演说中 阿扁却只提出四步一没有 没提到直航 张荣发又气到挂陈水扁电话 甚至也强烈主张撤换当时担任 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 2006年张荣发花了23亿元 马下就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 与马英九交好 马英九当上总统后 他也曾肯定马推动两岸开放 但到了2008年 张荣发为了协助台北荣总 引进重粒子致癌技术 到处碰壁 后来找上马英九 但马下了一道命令 给行政院后就没有进展 为此他又公开大骂 马政府没有国际官 只会下命令 即宽总统撒会孩子也会做 一发脾气六亲不认 是长荣老臣们 对大脾气的张荣发最深的印象 因此当张荣发晚年投入慈善事业 变得越来越慈祥 甚至还会常跟员工说谢谢时 他们还会感到有点怪怪的呢